十一住行娱乐所有的东西通常可以放这个 然后人家抓资料的话就在这边抓 只是说你要去update而已 人家通通 那变成你后面 你可能要帮人家去做整理资料的动作 以后他给什么你就去抓什么资料 或者你也可以写一个自动的东西 让他自动去抓 这样的话应该就 奇怪没跑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最后汇率 因为我刚刚已经改了 你汇率点一下 这地方的话它就会直接跳出 我直接从这边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汇率有没有 27.642818 这个是我刚刚改的 就是我从云端改 那如果说你下一次有没有 如果说你要更改云端上面的 云端上面的这个版本 你会发现可以及时改 比如这边的话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客人了 那我开始要调价了 因为我刚刚只是 这个这个 有点赔钱 那我就再把它改回来 因为大部分都这样做 刚开始就是 促销 那现在已经客人多了 所以慢慢再调整 OK那比如说这边的话把它改了30 然后改两个就可以了 把它改个意思 那改完之后的话呢 当然 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不会马上及时的去update 那必须怎么样 必须你要先跳离一下 就是说你这边的话呢 我按把它back掉 之后的话呢 我再回到什么呢 就是跳出这个app之后的话 它如果下一次再进来 就跳出之后再进来的话 那等于是再重新再漏一次了 那重新漏一次之后的话 下一次进来 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新的 比如我刚刚已经改了 那个后端的data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呢 把它更改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再重新读一下 刚刚的东西2728 对不对 按汇率一下 这个时候呢 看到的结果 有没有看到 这时候是2930 所以它等于是说 你们可以透过后端 去更改 这边应该已经看到了 上面有嘛 2930 所以你后端改的时候 马上可以update 那因为呢 我们上面的东西 如果有变更 可以直接从云端上变更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限 但是目前这个部分 就仅限于 就是说你可以从 把它当一个资料库 来使用 那一样嘛 你会发现有几篮 你就几个leser 然后呢 就把它资料读过来 所以呢 网路上有很多其他的资料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假如说你要把它 放在你自己的 云端四算表里面 再抓回来 这个部分是ok的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试看